WOW! 瘋了! 發財了! 什麼事? 為什麼有特彩? 我AFT賺了很多! 快來試試吧! 唉 沒問題 我想到她的銷量在本年就剩了九成 原先打算買AFT幫忙一下 但最後只剩下一個吉 不過想起這張脆脆的馬鈴相 我不敢在想 究竟我買了什麼? 於是我們決定一探究竟 後來發覺原來不感謝AFT 無論是最近很Hit的虛擬現實 還是最近很Hit的區塊鏈 又或者是最近很Hit的加密貨幣 其實他們都圍著一個最好Hit的主題 元宇宙 今天我們就來一齊探討一下 元宇宙的奧美 揭開她的十美衣衫 首先我們先來直觀感一下元宇宙 你可能會說 不就是一個大型的元宇宙遊戲 順便在一邊吃班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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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聊聊天 完成今天的事 聽上去好像很有道理 但事實上元宇宙做到的 遠比大家都人聯機更重要 其實元宇宙主要有三點用途 第一點是娛樂 現在已經有公司開發元宇宙遊戲了 例如 微軟 Epic Games等 宇宙可以令你在非常迫身的時空環境下 去玩一場遊戲 或者進行一次新臨其境的體驗 以獲得感官刺激和精神心理上的滿足 當然啦 如果你打得欲欲禁賽 都只是給你這麼多的無能獲 第二點是商念 目前各行各業都在嘗試AR、VR、元宇宙等 新概念和新形容 例如我們可以用手機試鞋和試衣 除此之外 在元宇宙都 全球所有人才都可以進行交流 公司請員工的時候 再也不用受地理因素限制 員工可以在地球任一角落上班 以後就不用再迫巴士啦 第三點是藝術創作 記不記得那個NFT? 其實它就是一份數字的作品 是真正解雅的虛擬見實 可以組合成窩窮的場景 又可能被一些詩歌、小說 電影和電視劇的作者不小靈感 寫出比較吸引人的作品 例如小時候看過的阿帆德 只要有了元宇宙 我們就可以發生藍色星人 在樹層間跳舞 和藍色星人拍拖 畢竟一切描述和紀錄都不夠親身體會好 但是就不建議在朋友面前看啦 這個時候 有些觀眾可能就會問啦 那麼那麼厲害的元宇宙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首先你可能覺得元宇宙是一種新科技 其實不是的 它今次是一種貴集了各種技術的大肥仔 而資深的這個肥仔的科技主要有五種 就是XR加DNA 先說一下XR 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甚麼意思 其實XR只是 Extended Reality 現今最流行的是AR和VR 它們是進入宇宙的通道 虛擬實境VR是利用電腦模擬 產生將一個三維空間的虛擬世界 令使用者心臨其境 而增強現實AR技術 就是在現實世界的基礎上添加虛擬對象 例如Google Maps的實境導航功能 而剩下DNA就分別對應Data、Network和AI 首先Data 最主要就是你日常生活的Data 以此來幫助決策 提供更好的使用體驗 主要收集方法就是密聯網 這裡就不正開講了 Network 不明示意就是網絡 最典型的就是5G 5G通常可以令我們從各地進一年宇宙 用足大量輸染和傳輸需求 提升抗爭實境的翻用性 根本連結現實和元宇宙Metaverse DNA的最後一個A是AI 我們一位編程阿Sir講過 人工智能其實就是砌跡目 仔細想想其實都很有道理的 人工智能通常是 由大量數據來訓言數學模型 讓那個模型去執行特定任務 從而達到目的 例如訓言MPC虛擬角色AI 令他的互動更似真人行動 腦洞小劇場 幫我找郵差叔叔送信純叔迅速送出 OK 現在去煮菜 很多人對元宇宙保留了一些意見 他們可能會有一個疑問 搞一個虛擬的事物 倒不如將精力放在現實問題上 確實 某些現實的問題 的確需要快點解決 例如疫情阻斷 居民失業 疾病醫治 當其實元宇宙發展 和其他事物不是競爭的關係 而是相理相成的協助關係 元宇宙的誕生要求 數字技術的融會貫通 需要極其強大的算力 極其完善的模型 極其精確的算法 極其安全的數學方式 這些技術 下方到現實問題上 就是強力的工具 疫情康生時 我們可以用數學模型 知道怎樣可以科學安排人家 合理控制損失 精確計算 高峰時刻 一位全身坦潤的Bang人 可以透過腦機接口 元宇宙 到喜歡的草原上 自由自在地奔跑 到公司應聘 工作 我們感覺的虛擬並非虛擬 我們認為的無用並非無用 只不過是知識 限制著我們的想像力 目前 宇宙的發展方輕微矮 我們要提升技術變革 對它的驅動意義 以及它對社會結構 和經濟發展的深入影響 當新概念離臨時 就遲到倉物聯網 我們需要保住探索的心態 科學的態度 來提升它的實質 從而揭示元宇宙這個概念 所穩陷的零距離社會 只有這樣 元宇宙不是風花雪月的假象 而是實實在在的未來 屬於我們每一個人的未來 中文字幕提供